好,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个蛮好用的一个指令叫做PIN 那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知道某个网址或者是某个路径 它是否可以跟你顺利连线 那怎么做呢?比如说,举个例子 要连到yahoo.com的话,直接用PIN yahoo.com就可以了 各位就看到,你连接到那个网址是多少 你想咬我打看它是139.183.24 然后它的连接的连接的连接速度是多少个minisecond 好,那一切顺利的话就这样 那你怎么离开呢?你可以按Ctrl-Z就可以离开了 或者说,你想连接到某一个固定的IP 比如98.139.183.24 这样子也可以 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,它可以直接去PIN它的这个网址 来,我们再试另外一个好了 嗯 168.0.165.0.165.0. OK,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一遍